好,然后呢,我们看看这里边它究竟做了什么 这里边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几句话 首先呢,它创建了一个ViewController 在成就系统里,它调用的是这个GK Achievement ViewController 这个是iOS的Framework里所提供的类 只需要调用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它又获得了整个APP的Controller 这个方法获得之后呢 它用着Present这个方法 作为一个ModelView 作为一个模式对话框的这种形式呢 显示了这个,它刚刚创建这个AchievementController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排行榜这边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在排行榜 它创建的是Leaderboard的ViewController 这里呢,就示例了 在游戏当中使用GameCenter 来显示Achievement和Leaderboard的基本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际运行情况 当我们点击这个Achievement的时候呢 你看,会看出这个GameCenter的这个 ViewController所定义的这个对话框 看到没有 这个不需要我们进行编程啊 它自动的就会调用IOS的相关的类库呢 来实现这个功能 好,我们可以关闭它 同时呢,我们可以测试一下Leaderboard Leaderboard也是一样 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这个APP并没有开通它的那个GameCenter 要想在你的游戏当中使用GameCenter 你必须在创建你的ID的时候呢 指定Enable你的GameCenter 还有你的APPManagement 另一边呢,要打开GameCenter的支持 这里相应的才会有网络上的沟通 你看,现在Leaderboard并没有显示 好 这是这两个菜单项 另外呢,我请大家注意一点 当我去点击这个菜单项的时候 我手按下去的瞬间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Leaderboard的字样 这个菜单项变大 这个呢 是CoccusRD 以文本为 以文本而生成的菜单项呢 文本菜单项的 这个一个很 很普通的一个行为 这个并不需要你去扩大这个文本 这是这个MineNewItem里面 自己是实现了的 实际上这个MineNewItem是负类 我们实际上在这创建的是 MineNewItemFound 就是以文本 字体来创建的MineNew 但是实际上游戏当中呢 可能我们更常见的不是文本创建的菜单项 我们可能更常见的是一个Button 就是图片创建的一个按钮 这样的菜单项 那么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菜单 讲菜单和菜单项的章节里面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这个基于图形的这个MineNewItem的制作 好 最后还有两个函数 ChairmentViewControllerDidFinish和 DeedableViewControllerDidFinish 这两个实际上是用户像我这样点击完成 之后呢 程序就会跑到回调到这里 回调到这里呢 这里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将这个模式对话框Dismissed 你看这里有Animated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这个 它不是立刻消失的 它是从滑动滑出的这种Animation效果 就是通过这里的回调来实现的 MenuItem并不能够直接添加到Layer里面去 MenuItem首先要添加到Menu里面 这是一个COS2的约定的一个方法 MenuItem呢 创建 添加到 我们现在在创建一个Menu 然后创建的时候 我们可以指定这个Menu里面 包含哪些Item 那么Menu就相当于是这两个Item的Parent 创建了Menu之后呢 Menu可以进行一些 像这里在做的 其实就是一些对齐的工作 让这两个MenuItem水平的显示 并且之间呢 要对按着某种方式呢 对齐 然后呢Menu的位置呢 它也设置为中心点-50 高度-50 表示的是比helloWorld呢 向下一点 向下50个单位 然后呢将Menu作为XL 添加到Layer里面去 整个的这个Unit做的事情呢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看右边这个树 这个这里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创建场景呢 helloWorld创建了场景 并且呢helloWorld的Layer 将自己创建出来 作为XL 添加到场景里面去 然后呢 helloWorld的Layer呢 它有两个XL 一个是Label 就是TTFLabel 显示helloWorld的字样 另外一边一个XL 就是Menu Menu它有两个XL 一个是AchievementMenuItem 还有一个是Label的MenuItem 这就是helloWorld的这棵树 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还记得 我们是用这个Sync helloWorld这个Sync Replace the IntraLayer 这个Sync 对不对 所以呢 CohosRD呢 就从这个Sync 用淡出的效果 到下一个Sync 淡出淡出的效果 来切换这两个Sync 这就是helloWorld的运行的整个过程 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这些文件之外 其他的文件啊 刚才我们介绍的这几个 这个Delegate helloWorld的IntraLayer 是我们开发者呢 主要的工作 我们就是实际上 开发者主要的工作 就是编辑这些Sync 包括自己逻辑的一些类 都是放在这里边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CohosRD的代码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Library里边呢 就是CohosRD给你的代码 如果我们编译这个 helloWorld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哈 他是有224个Source SourceFiles在被编译 这么多 对吧 实际上我们真正编辑的 也就是这几个 那么这大部分的这些文件呢 就是CohosRD提供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提供的代码呢 都在这里 比如说Sync 我们刚才用到CCLayer CCSync 它们的原代码都在这里 这就是开源的优势 我们拥有全套的原代码 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我个人在开发 人人都能谈集它的时候呢 也对CohosRD代码 进行了一些修改 适应我的游戏当中 一些特殊的要求 那么大家呢 如果修改了CohosRD的一些代码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到底修改了哪些 为什么呢 因为CohosRD本身呢 它也在发展 现在最稳定的版本是2.1 那将来有2.2出现的时候呢 你可能要把你的这个系统也升级一次 当你升级CohosRD的时候呢 你做的这些修改呢 就要把它合到最新版本的CohosRD当中 所以呢 大家记住这一点啊 然后呢 CohosRD里面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比如说它的这个Audio 音频的这个引擎代码 也在啊 还有它的用到的数学库 等等这些内容呢 都包含在这里面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给大家看的呢 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夹 Resource Resource 文件夹底下的内容呢 基本上都是 你这个游戏当中需要用到的 一些图片资源和声音资源 放到这个resource 这个文件夹下的内容呢 默认的情况实际上 都会拷贝到将来你 到这个游戏的帮导里面 帮导就可以看作是你程序的包 这个包呢 将来是要安装在这个device上面来运行的 我们看到目前这些 这个resource底下呢 就是它的这个launch image 和它的一些icon 另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函数 info.plist 这个文件呢 是系统自动帮你生成的一个文件 而且呢 是它的名字必须叫这个名字 这里面呢 会有一些重要的设置 这些设置呢 它有各种各样的作用 而且可以在这里面添加一些设置 根据具体的情况 来添加设置 这些设置呢 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游戏的 一些基本功能 这是 jp list 将来我们也会用到这里 好 再后面呢 就是frameworks frameworks呢 就是 目前我们 所要用到的这个 iOS里面的 这些cool 将来如果你听价的话呢 也会体现在这里 好 helloworld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 在最后呢 我想带领大家再看几个非常有趣的回调函数 让我们再回到applicationdelegate.m这个文件里 然后呢 在初始化 刚才的那个初始化函数下面有几个短小函数 这些呢 就是系统的一些回调函数 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 把我们考虑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 用户正在玩游戏的时候 来电话了怎么办 当用游戏执行的时候 用户按home键退出了 该如何处理 像这些事件呢 都是通过下面的这些函数 由系统通知到你 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application will resign active 它的意思就是说 提醒这个函数被回调的时候呢 是系统要失去 失去active状态的一种回调 比如说像我做的这种行为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收到一个 这个 resign active的回调 然后当我们收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收到一个 application didn't become active 就反过来这么一个回调 要在这里呢 对这个 你的游戏进行一些处理 它默认的行为呢 是当发生这种情况 你看它做的是 当 resign active的时候 它把这个游戏pause了 暂停 然后再恢复回来 当这个 它又重新回到前台的时候 重新变成active的时候 然后下面这两个呢 实际上和上面那两个呢 差不多 但是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做这样的操作 我按home键退出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收到一个 inter background 回调函数 相反的呢 当我们让游戏 重新回到前台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一个 inter foreground 这个回调函数 实际上在做刚才操作的时候呢 这个 will resign active 和 become active 也会被调用到 这个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将这些回调函数呢 都加上打印 比如这样 cc 加上一些打印信息 比如说 这个还是被调用了啊 加上这些打印信息 然后你在做 刚才这些操作啊 的时候 包括来电话 可以看到 iOS系统是怎么回调的 就是通过这些内容 当你的程序进入后台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呢 你的程序 COSRD 建立的这些程序呢 都会在后台暂停 当你回到前台的时候呢 你可以 恢复或者是让用户来恢复 这都可以 这些操作呢 也是现在游戏当中的 非常常见的一些方法 好 然后我们继续向下看 因为程序 application will terminate 这个是说呢 你的应用呢 将会被杀掉了 terminate 这是什么情况呢 有些情况下 系统的内存非常低的时候 他可能会选择一些 占用内存比较大 后台的程序 来把这些进程都杀掉 杀掉之后呢 你就无法再让你的程序回到前台了 在这种时候呢 你的程序会收到一个类似的 会收到这个 回掉 然后呢 还有 当系统呢 系统的内存 出现紧张了 有可能不够了 这时候呢 系统会向你的应用发出varning 尤其是当你的 这个游戏 占用了很多内存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这个varning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一定要在这里呢 设置警告 当你收到这个varning的时候 一定要引起重视 因为这时候 如果你收到这个varning的话 那就有很大的可能被系统杀掉 如果你再不释放一些内存 也有可能被系统杀掉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游戏打开之后 闪退啊 往往是他 在加载很大的资源 当一些低端的 尤其是低端的device呢 它的内存很少 不够了的时候呢 他就可能会选择一些 占用内存比较大的 来杀掉 然后还有一个是 发现了时间有很大的变化的时候 这个 不是特别的常见的一个回调 这就是呢 在我们系统当中呢 这些系统回调 谈述也是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在开发真正的 用户体验好的游戏的时候呢 需要考虑到的 在这一讲最后呢 我希望带领大家来看一看高科的2D 它的演示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我们再重新回到 考克斯2D解压缩之后的文件夹 我们看到这里有四个工程 这个iOS上的demo呢 就是这第三个工程 Test-iOS这个工程 然后呢 我们用Xcode打开它 然后这个工程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 它的它实际上是在高科的2D的游戏引擎上呢 做了很多的很多的小例子啊 它的原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这里边都有啊 大家都可以看到 各个test 都和它的名字对应的 我们把这打开呢 会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可以执行的test 这些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例 实际上这就是考克斯2D的开发者 在向你介绍 这个游戏引擎都能干什么 你可以用这个游戏引擎做到哪些效果 包括声音怎么实现 这里都有例子 而且可以直接执行 非常的好 我建议大家在课后呢 试着去执行一下这里面的音乐 如果你有些你现在不是很理解 将来学到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非常深刻 我们这里呢只讲如何运行的 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随便挑一些 例子来运行一下 比如说场景切换 今天说到场景切换呢 我们看到了是代入代出的切换效果 其实呢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切换效果 这一路在transition test 这个里面 我选中transition test 这里呢我选择在真实的设备上运行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好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啊 用来演示场景切换的 这个一个小例子 在这里面呢 它演示了所有COS2D里面内置的 用来场景切换的一些特效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横平 竖平的这种切换啊 还有中心 中心到外 外围到中心 还有这种交叠的效果 翻页的效果 等等的 这些呢 都是可以很方便的 在我们 在我们 我们可以用replace scene的时候呢 只要带有这种效果呢 就可以 方便的实现 这就是一个简单小例的运行 大家呢 可以呢 可以看到呢 我们只要找到这个对应的这个文件啊 这个transition test 找到这个文件呢 就可以看到它是怎么实现的啊 看一下他们的例子呢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面呢 就实现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好 这就是如何运行一个 COS2D自带的一个演示demo 最后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节当中 我们所讲的内容 在这一节呢 我们通过分析 COS2D HelloWorld的原代码 了解了 COS2D 一个工程 它的 程序的入口在哪里 它 HoloWorld里面的两个场景 是什么样的结构 以及 有哪些有用的系统回调函数 可以使用 最后呢 我们带领大家呢 运行了一下 COS2D它自带的demo工程 在下一讲当中呢 我们将会 详细的介绍COS2D 游戏开发的 有用的 元素 像 场景 层 还有 精灵等等这些内容 都会介绍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会通过编写一个小游戏 一个简单的打飞机的小游戏呢 带领大家 来学习如何运用这些元素 如何制作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相信用不了多久 大家利用本课程所学到的内容 就可以试着开始构建自己的游戏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